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泛天下》 这条片第一单跟大家讲的新闻 是一单骗中骗的搞笑大骗案 这件事,想骗人的是中共 而被骗的又是中共 所以我觉得这件新闻是挺过瘾的 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就来 提提大家,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泛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 好了,言归正传 大约两年之前,我出过一条片 讲深度偽造这种技术 我当时说,全世界这么多人 天天玩TikTok,或者玩抖音 根本是帮中共提供大数据 让他们可以收集全世界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不同种族的人面识别数据 也收集表情和声音 还有收集口音 而中共收集了这些巨量数据 就可以发展深度偽造技术 对他们发展的技术 当然帮助很大 特别是中共有能力投放无限量资源 去发展这些东西 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其他国家就没有这条件了 就算是印度够人多 有很多年轻的IT人才 但他们未必有那么多超级电脑 可以说当今世上没有其他国家 有中共这样的神奇力量 而当日我出片说,如果中共用导弹攻击台湾 台湾当然一片混乱 然后网上突然出现一条片 蔡英文已经身在日本 接着蔡英文又出片呼吁 叫共军手下留情 不要伤害台湾人 这样的情况 台湾肯定马上投降 之后就算网上再有其他片 澄清原来第一条片是假的 是深度偽造的 相信到时已经太迟了 当然了,目前的灵势 大家知道了 可能中共连偽造一条蔡英文 呼吁投降的片 都可以省省 因为台湾人早已投降 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里也不说了 总之,我当日出片说 深度偽造技术 简称深艺技术 Deep fake 是非常可怕的 好了,现在两年过去 深艺技术的发展 更加成熟 而好笑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呢? 是中共一方面 用深艺技术去骗人 但同时 他们又被深艺技术骗了 事件是怎样的呢? 是这样的 2月7日 美国一间社交媒体的分析公司 叫做Glasik 这间公司发表了一篇报告 揭露了中共 利用深艺技术 制作一些 合成出来的虚购人物 去宣传中共的国家信息 如果用我们熟悉的用词来说呢 即是用深艺技术 去做大外宣和大内宣 而这间公司究竟做什么呢? 这间美国公司是由一个哈佛大学出身 叫做John Kelly的博士 在2013年创立的 这间公司 透过社交媒体 研究使用者最关注的什么 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然后 萎出一份网民的行为图表 然后 为他们的客户提供这方面的数据 让他们的客户 可以作出更加精准的决策 Glasicus的客户 包括了汽车、健康、医疗、娱乐 和很多消费品的品牌 所以他们发表的报告 是相当专业的 因为如果那些报告无料 就吸引不了客户去光顾他们 而在2月7日 这间公司出的报告说什么呢? 那份报告就说 2022年年底 他们发现了中共的虚假信息平台 正在进行一个唱好中共的影响行动 你可能会说 类似这些大外宣、大内宣 一直都有 有什么稀奇呢? 没错 这些事情 中共一直在做的 美国媒体也揭露过很多次了 揭露了N次了 但这次特别在 就是这系列的大外宣、大内宣 是用心艺技术去虚购一个假的人物 例如艺做一个新闻主播 再用这些AI做出来的主播 报道一些新闻 这样去骗听众或观众 所以这份报告就指出 今次是第一次发现 有国家级的大型影响行动 报告叫这些行动 做Inference Operation I.O. 那份报告又查出 制造这些心艺技术影片的软件 是来自一间英国公司的 那份报告虽然没有公开这间公司的名字 但记者一查 就查出这间公司 就是叫做Synphazia 是一间AI研发公司 报告指出 中共利用Synphazia的软件 更加快更加便宜 做大量高质素的欺骗性内容影片 甚至已经可以做到 真实网民和偽造的人物在网上对话的程度 看到这里 我当然要亲身上Synphazia的网站看看 我首先看了他们两分钟的产品宣传片 老实说 真是八成象征的 如果是一个本来你不认识他的人 特别举个例子是新闻主播之旅 你看完片子 你很自然会相信那条片是真实的 这间在伦敦的公司就声称了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将一个纯文本 变成一条短片 我看他的宣传片 真是很简单的 真的好像那些女士玩P图 那些APP差不多 还可以随便换人像 还换不同人像 可以换不同声音 还有不同的口音 例如你可以选美式口音 或者英式的英语口音 问题来了 为什么中共要用英国的软件呢? 大陆自己也有 计证他一定能做到的 另外使用这些软件贵不贵呢?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使用软件要多少钱? 我说出来 我相信吓你一跳 使用这些软件要付月费 每个月包三十条片 而月费厉害了 每个月三十元美金 你没听错 是三十元美金 即是二百三十四元港元 即是一美金一条片 各位 港币八元都不用 可以制作出一条 虚拟主播的影片 你去哪里找呢? 回答完第二条题目 回答第一条题目 简单 为什么要用英国的软件 去做心艺影片呢? 第一 用这些虚拟的人像 绝对不会被揭穿 他真正的身份 大家也记得 中共以往经常出这些假讯息 经常找一些二打六 就出来拍片 扮博士、扮医生 又说大陆的医药有多好、多厉害 又说美国 疫情有多惨 民生有多惨 人们有多穷、多穷 有时又有学者、医生 出来大赞中共 说他抗疫全世界最好、最厉害 而事后经常都发现 这些人其实是临时演员 现在如果用100%的虚拟人像 用心艺技术 去合成一条片 肯定就不会被人 踢爆这些人的身份 因为那些都不是真人 第二 用英国的软件 去制作这些鬼佬、鬼婆 赞美中共的影片 无论怎样算也好 这个象征度 应该比大陆软件更加好、更加出色 起码只是合成声音的部分 英国软件也一定比大陆软件更加 这样就不止做大内宣 骗到大陆人 用这些影片去骗鬼佬 也同样容易一些 大家不要以为 洋人辨别的能力特别高 不一定的 以我接触 如果你信用好的 洋人信任你的话 他们防范的心 警觉性 洋人其实不是很高 不过 如果你信用差 这样洋人一旦发现了 有防范之心 他们接着就有很多科学的推理方法 可以调查你了 所以 今次中共的间谍气球 可以叫醒了无数美国人 以后提高警觉 第三点 重点 就是那些负责家大内宣大外宣的单位 用这么便宜的钱 这么少的钱 已经可以做出这么真的影片 那就可以骗到中共国家预算了 大家想想 未有心艺技术之前 你要搞一条这样的影片 又要搭景找演员加上写稿拍摄 这些制作费 不便宜得去哪里 而且这些影片 多数要在外国拍摄 计算起来 肯定是高成本的 现在不同了 现在不算后期制作下 一条片 一元美金 已经包了灯光报警 摄影演员 大佬哪里找 那些大外宣大内宣的单位 会不会因为找到这些超平软件 而叫中共 哎呀国家来 给少些制作费都可以的 会不会 当然不会了 所以 有了这些英国的软件 那些拍假新闻片 那些大外宣大内宣的单位 这次发达了 大约我计算一下 一条成本 200元人民币的片 可能可以向国家领取 最少两万元 我觉得差不多 所以我前面说 中共拍这些假新闻片 去骗大陆人 去骗鬼佬 去搞大外宣大内宣 但是同一时间 中共自己 又被那些搞大外宣大内宣的人 骗回头 你说是不是过瘾了 好似这次揭发了用善非事尔软件 偽造的片 原来是放在一个大陆的假新闻平台播放的 那个平台的名字很个人 叫Wolf News 即是战狼新闻 或者野狼新闻 这个平台经常出片 说中美关系很重要很重要 没了中共 美国人就会很惨 同时久不久煽动一下 种族和枪械管制 这些议题 这些大外宣的大搞局工作 中共长期在美国进行着 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秘密 而今次英国的软件公司 他们就声明 说不可以用他们的软件 用于政治宣传 色情犯罪上 只能够用于营销和培训的用途 不过 中共的大外宣大内宣的单位 又怎会理解你呢 好了 来到这里 另一个问题 中共利用大外宣大内宣 骗大陆人 骗洋人 你猜一下 有没有人用这些心艺技术的影片 骗过中共的领导人呢 这点 有没有骗过中共领导人呢 当然是绝对机密了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以清零帝 难尾帝 他的智力 这样的智商 你觉得骗他又有多难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 如果有一天 习近平没有被假说骗过 我觉得他那天会很不开心 所以我也相信 在习近平的世界里面 他真的相信大陆无废 任他爆也好 只是死6万人而已 我绝对相信 习近平他统治这个国家的信心 全靠全靠 每天在他身边 不停和他说假话的人 如果有一天 没有假话 作为他精神的食粮 可能他会崩溃的 而事实上 早前在大陆 确实出现过一些影片 是用AI 合成了习近平的声音 我没听过这些声音片段 我不知道它的质素是怎样 不过中共现在 也显然在防范着 这些心艺技术 对他们内部 对这个党内部 构成危险 而今次事件 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 是西方的技术 不断被中共利用 作为打击西方的基本人权 和价值观的工具 西方国家 究竟可以怎样预防呢? 好了 接着这宗新闻 其实与第一宗新闻 是有关联的 澳洲国防部刚刚下令 检视办公室里面监控技术 即检视CCTV 闭路电视之类的设备 如果发现有中国制造的装置 要尽快移除 这件事过人的是 澳洲刚刚和中共 本来谈得好好的 将会恢复澳洲龙虾和煤炭进口入大陆 澳洲人报更加说 有些龙虾已经得到通知了 很快可以进入大陆 同样 煤炭那些船 已经由澳洲 在使用到大陆 为什么澳洲现在突然 全面调查 所有政府部门 特别包括国防部 和外交部等等 办公室 有没有使用大陆监控系统呢? 澳洲相信应该知道 他这样一出手 中澳之前的贸易谈判 可能马上被盖牌了 即时终止 很明显澳洲终于知道 航空了中共 刚刚最新的消息 已经发现了913部 中国制这些摄录镜头 对港机还有电子出入系统 是用大陆技术的 大家想想 如果这些监控的设备 被中共远程地收集了数据 你说怎样? 用这些东西来做深艺技术 来做一把声 与对港机的对方对话 有什么困难? 当中共得到一个重要官员的子民 得到他瞳孔这些数据 可以轻易破解 只要你上班入办公室的时候 出出入入 或者办公室各处地方的监控系统 是用海航威视 或者带华技术的产品 这样就够了 中共就怎样都可以了 同样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 深艺技术 其实要偽造一段发生在走廊 而是由 CCTV闭路电视影的片段 其实也不困难 你想想如果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在走廊里面做一些很坏的事 很不道德的事 那情况会如何? 大家想想这样的情况 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 相当危险 甚至可以这么说 对独裁国家的独裁者 都一样危险 大家想想 如果北韩出现一条片 是金正恩发生某些突然的情况 你觉得北韩的人 分不分辨得出那条片 真还是假? 所以澳洲这次突发这个举动 中共马上呱呱吵了 就说澳洲用泛国家安全概念 濫用国家力量歧视 打压大陆的企业 这是错的 不过我就想 当澳洲都醒了走出这一步 甚至在龙虾煤炭 所谓解禁的前夕 他都作出这样的决定 相信其他国家都应该知醒了吧 其实英国也有类似的调查和决定 不过我看来英国在移除的步伐方面 非常慢 恐怕现在有了澳洲做先例 英国应该快手一点了吧 来到这里也是说一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富豪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一下我们 另外我们也是有Patreon Patreon的连结也在这条片下方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